- 俄罗斯已经向希利亚部署了49架与F300系统有关的部件,包括雷达,控制车辆和四个发射器。 而最新的消息显示,由I-24重型运输机和1276大型运输机之飞的战略投送任务仍在继续,最终希利亚将可能获得总共依靠S300防空反导系统,这个装备数量可以保证整个希利亚国土的空防需求。 俄防长邵伊古六日表示,俄邦已向希利亚交付S300系统,并计划在三个月内对希利亚军人完成操作培训。 而实际上,首批供应的S300导弹将很快形成战斗力。 因为早在2013年的时候,俄罗斯就为希利亚防空部队训练了一批S300防空系统技术操作官兵。 军事装备专家分析称,希利亚刚获得的S300导弹将会被接入助续俄军的S400预警指挥体系中,这将弥补S300导弹雷达系统的不足,提升这种导弹对巡航导弹,隐身飞机的发现跟踪和打击能力。 对于希利亚来说,这不只是防空力量两枪换炮的问题,重点上俄罗斯在血液平衡上的倾向性改变,希利亚在遭打击威胁,俄军不会再束手旁掛,在军事装备技术领域,对抗永远是毛与顿的关系。 希利亚有S300导弹,以色列有五代战机,而且双方的后台盟友都底气十足。 以色列新闻网站Devcuta,在特朗普总统的命令下,美国将向以色列紧急提供额外的F-35战机,以应对希利亚最接获得的俄罗斯S300导弹防御系统。 色列地区合作部部长哈利格比表示,S300系统无法对抗以色列的F-35战机,也不会影响以色列空军在希利亚拥有的空中优势。 俄罗斯陆军防控部队前司令亚历山大陆萨中将则表示,以色列低估的F-300的能力,俄国家军火库,杂志军事专家的米特里,德罗斯坚客称。 以色列和美国不应在F-300导弹面前冒险测试F-35的能力,如果F-35的冒险挑战在希利亚遭到失败,将彻底打破它背负的美国五代机引申神化,并会让美国失去与其他国家数十亿美元的高级合同。 与美制F-35隐身战斗机相比,F-300导弹并非是俄罗斯现役或出口型号中技术水平最高的版本,因此无需过多的担忧灭个问题和对外销的负面影响。 老奶支持盟友冒险,希利亚复仇的机会就到来了,一旦希利亚防空部队的F-300导弹,击落以色列F-35I战斗机,还会为俄罗斯带来新的订单。 从这一点上说,俄罗斯正等着开F-35的神话破灭,而美女必须注意的是,注视俄军在希利亚西部,早已部署了最先进的F-400导弹系统, 与对盟友以色列F-35战机的毕生信心相比,美国自己却提前下令,让部署在阿联酋用于希利亚战场的F-22实验中队跑路了。 美空军10月5日突然宣布,第九十四战斗机中队的全部六架F-22战斗机结束中东地区的任务,从阿联酋达哈佛拉空军基地起飞,转场之英国莱克希斯空军基地。 这六架F-22战机曾在希利亚又巴拉底河,一线空域,与俄罗斯的F-35S战机发生多次对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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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